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,已经进入到了第三阶段。第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以色列对加沙地点狂轰滥炸,第二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以色列发动地面战,尤其是以对加沙城的围攻为主。第三阶段的显著特征包括,不限于减少军事存在,释放后备部队,有针对性的打击,以及在加沙建立安全缓冲区。 基于巴以冲突第三阶段的特征,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在这个时候开始撤出军事资产了。首先对于以色列而言,撤出部分地面部队有三个原因,一是以色列自己表示,是为了振兴活跃以色列的经济,这些人回到国内可以更多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去。 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,毕竟以色列为了发动地面攻势,动员了数十万军队包括预备役,这些人离开以色列,给以色列国内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很大。 以色列现在为了打仗,已经花费了超百亿美元,而根据以色列安全官员称,以色列发动地面行动以来,大概消灭了五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,该组织估计有三万名军事人员。 这意味着哈马斯的主力已经被消灭至少六分之一,二是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已经完成了合围,以色列完全没有必要在加沙北部驻留这么多部队。 相反,如果这么多预备役在加沙北部,伤亡可能随时会来,要清楚撤出的五个旅,实际上是预备役和训练部队为主的临时部队,而不是以色列的主力。 所以撤出这些军队,对减少以色列伤亡是有好处的,对于哈马斯而言,现在哈马斯也是以藏匿为主,一旦哈马斯因为以色列撤军而主动出击,就可能暴露位置,以色列空中部队就会对哈马斯进行狂轰滥炸,所以不能把以色列撤出五个旅,视为以色列打不下去了,而是以色列根据战场形式转变了思路,三是现在的巴以冲突局势需要降级。 这不仅仅是战场打到这个份上,本身就已经到了这个阶段,更重要的是美国也需要降级,让世界的关注焦点不在中东,而是转向乌克兰。 毕竟现在美国感受到了西方盟友对支持乌克兰的疲倦,如何把欧盟这帮有钱的主拉回到俄乌重途上,继续支持乌克兰,给美国减轻负担,这才是美国想要的。 现在乌克兰正在给西方施加压力,已经没钱打仗了,美国的600亿美金,欧盟的200亿欧元,现在都没有火批。 对于乌克兰而言,现在的情况并不好,从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本土,或者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来看,已经表明乌克兰很难在地面占有突破,只能用这种手段来吸引西方的关注。 那么美国这个时候撤走福特号又是为哪班?一是根据美国的情报来看,肯定是得到了哈马斯已经很难发起反击,周边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对以色列动武,所以福特号航母留在东地中海意义不大。 其次航母虽然走了,但是美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还在这边,随时都有打击能力。 二是要搞清楚,特号航母只是在地中海的航母,并非是现在红海区域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。 美国在红海依然有一个航母战斗群,而且美国对于胡塞武装的态度越来越强硬。 在红海的外海,美国中央司令部透露,已经派出了一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动力潜艇,该潜艇被确认为佛罗里达号潜艇,可以携带多达154枚战斧对地攻击导弹。 由此可见,美国撤走航母和以色列撤军显然不是巧合,而是区域冲突降级的必然表现。 根据以色列的数据,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数量已大幅减少,上周平均每天仅为14枚,因此解散因国家紧急状态而启动的五个旅,并不能视为是打不下去的征兆。 以色列这五个旅分别是第460庄甲旅,驻扎在庄甲兵训练基地,261旅由巴哈德第一军官学校组成,828旅由步兵职业学校的学生组成。 这个旅好像就是前不久击毙了人质的部队,可见战斗力着实也不怎么样。 第14庄甲预备率也并非主力,第551预备散兵率,显然也不是重要的攻击部队,所以哈马斯仍然不可能掉以轻心,只能继续消耗,只要以色列无法彻底消门哈马斯。 最终以色列也不得不在建设完缓冲区后宣布撤军,持久的驻流加沙地带,这不符合美国的地缘利益。 如果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战斗布置,导致红海通道持续被哈马斯打击封锁,这会让阿拉伯世界越来越不满,而最终这些情绪都会施加到美国人身上。 对于美国而言,中东地区有着潜在的去美国影响力的诉求,尤其是沙特喊出了要成为强国的目标,这种口号当然是美国不想听到的。 沙特王主本萨勒曼和拜登的关系非常糟糕,拜登也不是一次对沙特王主表达过不满,尤其是在拜登大选的时候,还对萨勒曼和记者被杀事件联系在一起,让美国和沙特的关系一度跌到冰点。 俄乌冲突期间,沙特也没有响应美国的呼吁增产石油,美国现在的战略已经很明确,不能让以色列扩大战事,挑拨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才是大事。 对于此次撤军,美国方面说是为了后面更好战斗,还说本次撤军是因为已经瓦解了哈马斯的军事能力,这简直是不要脸。 哈马斯在刚刚过去的跨年夜,还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火箭弹,真看不出哪里瓦解了哈马斯,明明是以军打不动了,还要说成是击溃了哈马斯。 倒是以色列官员说了实话,根据路透社的报道,一名以色列官员说,此次撤军旨在削减部队人数,使一些预备以军人重返平民生活,以提振以色列遭受战争重创的经济。 所以这才是重点,早在2023年10月27日,我便指出过,将本国百分之二三十的青壮年投入到战争。 时间一长,以色列的社会与经济就会受不了,哈马斯只要脱,以色列就早晚有难受的一天,如今果然显现了,对于本次以色列扩军,说明了两点。 一是说明,西方真的是不行了,以色列将近五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,加上美英两国鼎力相助,以及法国等国的助阵,却连个小小的哈马斯都拿不下,反而让胡塞等中东武装断了美军基地。 航运被打得风雨飘摇,二是以色列撤军,并不代表冲突马上结束。 一般认为,本次巴以冲突是哈马斯想阻止沙伊建交,如此说法就相当于认为,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萨拉热窝事件,是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,从而导致了一战一样。 我一直认为,本次巴以冲突的真实原因,是中东大和解一旦完成,以色列国家难有活路,石油美元将走到尽头。 美国与以色列为打散中东大和解,而进行的一次战争行动,就如用俄乌战争打散俄乌一体化一样。 哈马斯不过是被钓鱼之法,是梅伊所寻找的一个出兵借口,鉴于真实目的尚未实现,梅伊应该不至于立马全面停火,除非他们确认该目的难以实现,必须采用别的办法。